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研院量测技术发展中心在此中就扮演关键性的推手角色 量测技术发展中心是1985年在前经济部中央标准局与工业技术研究院的共同推动下成立 在组织定位上属工研院的连结中心 以促进院内跨领域跨专长的合作 创造衍生价值为主要任务 在组织功能上则包括 计划与推广 标准与技术发展 标准与法定计量技术发展 仪器与感测技术发展 能源与环境计量技术 医疗器材验证 前瞻感测技术发展与应用 以及产业标准推动 量测中心运用不同的角色及功能 引领产业发展 为我国经济、产业及民生发展贡献良多 奠定量测基石 产业标准建立 量测中心接受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委托 执行国家度量衡标准实验室运作计划 以建立维持及传递国家最高量测标准 并与国际标准维持一致性 以建制了长度、电量、温度、压力等 15个领域的量测标准系统 满足一级仪器追溯校正需求 校正与量测能量 登陆于国际度量衡局的资料库 Appendix C 证明我国的标准与国际等同 是国家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基础磐石 高科技产业是台湾产业的主要命脉 量测中心为支援产业需求 进行多项前瞻研究 如飞鸟脉冲雷射光瓶 维力 光纤传输式电磁场墙等之研发 奈米计量的研发并入国家型奈米计划 其与国家科技政策同步推进 同时针对半导体、平面显示器等主流产业 建立了膜厚、线攀、表面电阻、微波材料特性量测等产业标准 提供产品开发所需之设计、制造及检验能力 目前正在建制的是影像显示产业标准 即平面显示器验证技术 能让业者在国内迅速完成标准追溯 提升国际竞争力 未来更将着力于新兴产业 如节能、生意等标准之建立 精密仪器检测共同技术平台 在精密仪器检测技术的研发方面 目前则聚焦在维奈米检测技术及自动光学显微检测技术上 主要是针对LCD、LED、PCB、IC等产业之检测需求 在维奈米检测技术方面 已开发完成原子力显微镜 白光干涉表征显微仪 光纤位置感测仪 耐米检二维光学池等技术成果 以原子力显微镜为例 是国内外唯一能同时兼具扫描探针显微镜 干涉显微镜 薄墨机械性质分析仪 与一体质极位量测仪 在国内重点大学奈米中心占有率高达80% 在自动光学检测技术方面 则开发应用于IC产业的维影叠对技术 应用于PCB产业的软性印刷电路板自动检测 三维形貌量测 应用于LED产业的光谱影效量测 应用于FPD产业背光板缺陷检测 LCM光性量测技术等 并于2004年 催生自动光学显微检测设备技术联盟 整合一切产业上中下游 提供共同性技术开发平台 提高检测设备自制率 取代昂贵进口产品 创造自由品牌与市场 科技落实名声 全民扶植保障 量测其实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举凡政府政策制定 公权力执行 甚至环境卫生 医疗保健上皆有应用 例如仅用雷达测速仪 呼气酒精分析仪 废气排放规范 以及即将实施的医疗用 电子血压剂等技术规范 量测中心让政府的公权力 有客观的科学佐证 除此 向耳温剂校正器 红外线热项仪校正 提供民众在SARS或 禽流感疫情期间 温度校正之用 国际首创的奈米标章 帮助消费者认清真正的奈米产品 协助台电中油降低剂量误差 减少电力汽油的无畏耗损 协助台积电进行高铁振动量测评估 作为投资难科之依据 除此 为营法照护 医疗保健所研发的多功能智慧手杖 自动CPR 及尿液酸减值及时监测器等 都是量测科技改进生活及安全的实力 创新型的体重剂 更获得2008年德国知名的IF设计大奖 及红点设计金牌奖 进行中的非接触式生理监测前瞻技术研发 以非接触式量测使用者的心跳 呼吸 血压 脉搏等 结合无线传输 应用于居家照护 感性量测 血同安全守护 及行动保全 可进行更大范围的医疗照护与健康管理 医疗器材验证 全球法规调和 量测中心是亚洲第一个获得美国FDA 认可之医疗器材上市前510K审查机构 同时获认可为FDA GMP代施查核机构 并担任全球医疗器材法规调和会委员 以及曾担任亚洲医疗器材法规调和工作小组技术委员会主席 在国际间获得专业的肯定 在国内 量测中心是行政院卫生署任何为医疗器材优良制造规范 代施查核 及第二等级体外诊断医疗器材查验登记之代施审查机构 协助卫生署加速国内医疗器材管理法规之改革与推动 并调和我国的医疗器材管理制度与国际规范 医疗器材验证中心是筹备中的新目标 希望除法规审查外 也能透过测试评估 协助国内优质医疗器材产品符合国际技术规范 建立全球竞争力 创新加值服务计量技术延伸 量测中心以专业技术团队完善服务流程 及精密仪器设备 建构多项专业检测验证实验室 提供业界在LED光电特性 绿色化学与环境剂量 太阳光电模组测试 ZicB高频无线通讯等技术的检测验证服务 及产品设计开发 在检测验证服务部分 量测中心每年协助国内厂商 完成三万余件包括数位家电产品 LED照明产品安规测试 噪音震动监测 及精密仪器校正服务等 最近更因应业者要求 建立了太阳光电检测验证实验室 以符合太阳光电产品外销欧美相关 IEC612用武 UL1703等规范的要求 精密仪器校正之业务 则移转于新创视野 量测科技股份公司 在计量产品设计部分 本中心与业者合作 成功开发多项全国第一的商品化产品 包括抽氧环境测试机 抽氧追溯标准与验证系统 一体密度标准参考物质等 未来更将持续投入资源 进行超音桌应用产品 太阳能电池与模组测试验证等 计量产品或服务之创新研发 2002年6月正式加入国际度量衡大会 签署相互认可协议 与各会员国相互承认 各国家计量标准机构 所合发之校正与测试报告 是我国因应全球性贸易协定之重要里程碑 与各先进国家之标准实验室 保持密切联系 进行各项国际活动 如主办国际研讨会 量测比对 人员互访等 量测中心同仁 积极参与国际组织运作与政策定定 更获选APMP执行委员会委员 长度技术委员会主席 流量技术委员会主席等 量测中心已由过去技术引进 成为具备技术移转能力之研发单位 近年来 华国协助多米尼加建立标准 协助泰国国家计量研究院建立温度及气体流量领域之校正能力 辅导宏都拉斯 建立该国国家标准实验室 为身为地球村的一份子梦显心力 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工会 我们的会员厂商有4000名家 包括本业上下游的产业的产值跟出口值 大概就剩我国总产量跟出口值的一半 阳测中心已经累积了相当的阳测的技术跟知识 为我国的科技跟产业的发展 奠定了非常稳健的一个基础 并且与国际同步 所以我们非常乐意跟梁测中心共同攜手来合作 让电子电机产业与其他的各种产业 在新产品的研发过程中 能够掌握最核心的技术 来开创了国际市场的新的企业 展望未来 面对国际化区域化的趋势 和以速度与品质绝胜负的环境 梁测中心将加速发展科学技量 工业技量 法定技量技术及建立核心能力 提升产业竞争力 进而增进人民生活品质 为国家竞争优势和社会大众的福祉 做出具体的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